不過我發現很奇妙的 這邊 我把它改 是不是它又調整位置了 因為這個是之前錄製的 之前是改成8 也ok 改成9也ok 你們等一下可以再試試看 有的時候這個數字 可能是裡面的記 因為它有時候 後面的程式怎麼寫的 我們不知道 也許它多了一個table 少了一個table 那也許將來你再抓 又抓不下來 那你怎麼辦 再調整一下 反正它位置調動 它動我也跟著動就好了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頂多可能要刪除哪一列 有沒有刪除籃 更正一下 那你可以color哪一籃可以刪除 或者自動調整籃寬 然後等等的 然後修改網址 主要是修改UIL 分號後面這個 所以呢我們可以怎麼樣 動態的把這個東西 換成是那個清單 我們那個清單裡面的B籃的資料 放到這裡面來 不就ok了 所以我們先來 給第一個 刪除這個我想講過 跳過 因為我們本來有舊的資料 那等一下你要把它刪掉 所以將來如果你要更新網路的資料 你要先把舊的刪掉 那因為你們還沒有舊資料 所以先不要刪除沒關係 我先留著好了 這個再新增 新增工作表 把這兩個ctrl c 一下 那我們把它移到哪裡呢 移到我們這個VBA裡面 特別注意這個VBA 錄下來的劇期 它錄完自動會幫你加一個模組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這個模組 不過它可能在錄 可能會Module 2 Module 3 會很多個 那你要記得 你主要就放Module 1就可以了 把這個放在這邊好了 然後 新增工作表 所以第一個我們需要 刪掉舊的 乾脆把刪掉舊的也把它拿來用 這個地方 這個是刪掉舊的 那這個前面都講過了 所以這些好像也都跟前面差不多 所以我們先 先學會 先前置作業 把舊的刪掉 那舊的刪掉的話 就是 留下第一個以外的刪掉 所以 去點抗 到 二就好了 不用了一 然後step 然後這邊把它刪掉 舊的刪掉了 然後再來是新增 那新增 我們練習就是從 第一個 不過特別注意 你要確定一下 就是說 for i 等於2 那你會發現 它是for i 等於1 所以這邊多做一件事 請你先插入一欄 這個地方的話 也許給它一個叫做 這邊叫什麼 個股 然後 這邊的話也許叫做 王尺 OK 也就是說 多一個欄位的名稱 在這裡 因為我給你們範例檔 好像沒有 你自己再加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 這個位置可能要變動一下 然後抓到最下面一個 並且把這個名稱丟給x 並且幫我新增 所以這個跟前面一樣 新增 有沒有 個股全部幫你做 再切回到 續著1 有沒有跟前面一樣 對不對 再刪除 好 那我們前置作也OK了 接下來要把這個東西 跟上面的東西 怎麼樣 融合在一起 那不是跟剛剛一模一樣 對不對 那都有概念啦 只是說你要去實作一下 那所以第三段 我們需要什麼 批示新增工作表之後 然後這個應該OK了 再來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股市資料的東西 加到這個裡面來 所以我們會需要什麼 會需要一個 call 下載股市資料 你想說 那這個地方可以這樣做 就是說你可以把 下載股市下載這個名稱 有沒有 請你注意一下 把剛剛錄市的聚集名稱 改成什麼 改成叫做這個 股市下載好了 但是後面會有個Y 這個Y值是什麼 就是網址 比如說我們這邊可以叫一個 傳一個叫網址 那如果你貼心一點是S S是什麼 String 因為它一定要是一個什麼 網址的一個 嗯 字串 那這個字串的話是從B欄過來的 那將來要變動的是哪裡呢 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有沒有 欸 這個網址 不過它會有個問題 就這個網址前面會有個UI 分號 這個要留下來 你不能全部都給它蓋過去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delete 把它加個 其實你就是這個網址有沒有 把這個網址裡面 這個先刪掉 然後呢在後面 and的什麼 and的網址 就是把這個網址 再加到這個後面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那將來它會傳給我一個網址 那我就過來這邊去幫它下載到它的那個 就是那個 因為我們有新增一個嘛 所以這邊的話 一定是active sheets 然後去抓 然後放在A1 然後就換下一個 換下 那所以我這邊呢 就可以把剛剛這一段 批示新增工作表 與下載這一段 Ctrl C一下 然後呢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這邊 錄製的這一段有沒有 特別去確定一下 有一個這個 然後有一個Y 這個Y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X 複製貼上 改成Y 然後呢 本來上面是抓A欄 改成抓B欄 應該沒問題吧 就是這個東西實際上是 這個是A欄嘛 這個是B欄嘛 OK 然後呢 這樣應該就寫完了吧 我看一下 應該理論上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 所以 先call 刪除工作表對不對 全部天氣刪光光 然後再來去抓 它的A欄放在X 就是它個股名稱 它的網址放在Y 然後新增一個工作表 這個地方是新增一個工作表 給它放 再去呼叫那個 股市下載 就我們錄製東西 傳一個網址過來 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先在這邊設個中斷點 執行一下看看 執行一下看看 XStreme 萬一把XStreme 拿掉一下 給它一個網址 OK 好 再來的話 我們來直接執行一下 好 這個XStreme 因為我們這邊除非是宣告成至串 否則可能會有錯誤 好 X抓到 這個個股名稱叫什麼 水泥 它的網址 然後 新增一個工作表 重新命名叫水泥 這個時候再把資料放進來 call 股市資料下載 它就抓到 我們的網址 對不對 然後過來 去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 往下 Web Table 9 然後 Background Refresh 去抓 所以其實真的抓是這一行 點Refresh 然後 Background 去抓 等於False 等於它是 是前景 OK End with 好 抓回來了 有沒有 看一下 有了 不過 如果說 我這邊為什麼寫A欄 不要 因為把A欄刪掉 有沒有 好像選擇這邊多一個怪怪的 然後欄寬自動調整 這個也是後來多寫的 好 那全部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中段點拿掉 閃 閃一下 有沒有 不過 因為那個總共好像有34檔股票 所以 閃太久了 所以我為什麼插入一個空白列 反正到那裡就好了 所以你們大概要下載的時候 記得 大概在中間插入一個空白列 不然的話 跑很久 好 那這個時候 就已經OK 第一階段了 第二階段就是把那個閃爍關閉 就是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關閉 但是你會發現 這樣子好像 一直跑 跑太久了 所以最後 怎樣 還要需要一個Profitbar 讓那個使用者知道說 喔 你跑到哪裡了 他就會 可以在那邊慢慢等待 所以這部分的話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開個頭 那後面的話 因為都有做過了 所以留給各位 你會當成是練習 這個東西很花時間 但是 卻非常的有趣 因為 你可以動態的從網路上面 自動去抓很多資料下來 這是一件蠻有趣的事情 但是 因為網路上面的Web Table 的位置太多元了 所以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你可能比如說 還可以試一個網頁好幾個table 你也可以一次好幾個table 一起把它抓下來 可以Web Table 逗點 第幾個 這個我想你可以回去試試看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下載的時候 不是在很多個工作表 你希望下載 乾脆就直接放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比如說這些這麼多東西 那我不要啊 我乾脆就下載之後 幫我接在下面就好了 變一個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只是說 這個可怕動力的腦筋 因為它有一個那個 下載之後 放在A1 那你可不可以不要放A1 你可以放別的地方啊 可不可以放在 這個的最下面一列 你可以用Sales去代替 然後它可能下載上面有個欄位 你可以把那個欄位 下載之後 再抓到那個位置 把那一列刪掉 那不就接在下面的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比如說我今天不要這樣 我希望食品 這個東西 幫我怎樣 直接就接到這裡 然後接在這裡 一個工作表 全部完成 OK 反正太多了 做不完 還有像 除了股市之外 外匯 好像在那個其他普通販利 之前有同學 看到這個時候 自己去練習 他每天都要去抓外匯的資料 他就寫了一個 按下去 外匯的資料 全部都要抓下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太多東西可以玩了 那這個好處就是 以後這個東西甚至 你可以給別人用 別人看 你怎麼這麼厲害 按下去隨時每天 都可以更新資料 當然這個資料來源 你可以從別人那邊抓 你甚至你如果會架網站的話 你也可以提供 用你的那個VBA 去抓你自己的資料 你的雲端資料庫的資料 也OK 所以如果 一系列全部做完 太多應用的面向 然後甚至可以跟手機 可以跟雲端 做完全無縫的連接 這感覺其實是非常的棒的 OK 好這裡的話我想 今天時間關係 先講到這裡 今天主要是探討 那個有關 如何批次取得資料 資料來源 可以從你的總表 或者是說 可以從網路上面 大家今天本來要講一個 從雲 我們自己的雲端硬碟 不過可能下個禮拜 再找時間 因為也可以自己 丟到自己雲端硬碟 沒有問題 下個禮拜再來講 有關工作表的相關應用等等 因為甚至還有兩次上課 所以 我甚至還想說 講到工作表 工作部 等於是說 比如說你有大量工作表 要輸出成為工作部 以色列 一個 比如說一個類股 輸出一個 以色黨 輸出一個 甚至你可以把很多個以色黨 合併在一起 當然也是 合併 分割 OK 大概是這些 反正有興趣 各位可以先 回家先把後面的東西先看過 OK